中国宣布接手越南高铁工程 三条铁路直接连通中国 随后一幕菲律宾彻底气疯了 本期视频就让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欢迎观看本期节目 在观看之前希望大家能够点击订阅 这样就不会错过每期的精彩节目了 又一条跨国高铁即将浮出水面 根据10月17日的消息 转了一大圈的越南高铁还是要和中国做了 而就在近日 中越连续发布了两次联合声明 签署了多达20多项项合作文件 其中涉及三条铁路 第一条是越南的老街到首都河内 再到海防的铁路 直接对接我国云南昆明 第二条是从越南亡接沿海岸线抵达下龙市 对接的是我国广西的防程岛 第三条从越南边境重镇亮山到首都河内 对接我国广西南宁 三条铁路以河内为中心 将实现相互联通 并在越南北部行程铁路网 直通与我国接壤的云南和广西 从声明中我们能够察觉出 中越的铁路合作机制已经建立 且和口制老街的标准轨铁路连线项目已经提上日程 也就是说中越车同轨终于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这意味着既已开通的中老铁路亚万高铁以及在建的中泰高铁凶塞铁路之后 中国高铁出海再再下一程 此消息发出之后 菲律宾首先慌了 因为现如今中国的高铁已经遍布洞南亚 唯独不包括菲律宾 再不远的将来 泛亚铁路网即将成行 如今越南优先修建的两条高铁 均位于越南北部 分别置地与支皮林的中国广西和云南 据报道 越南一条高铁从首都河内延伸至两山省 后者与广西接壤 两者之间正是大名鼎鼎的友谊关 另一条高铁从河内出发 一边连接港口城市海防和下龙湾 另一边置地老街省 后者与云南和口县皮林 一旦重点地区高铁连线城网 越南还将推进长达1500多公里的南北高铁 连通首都河内与经济第一大事胡志明市 南北高铁 相当于越南版的金户高铁 越南南北大动脉 无论是线路长度还是连通城市的能级 都与金户高铁相当 所以在访问中国时 越南方面专门参观了金户高铁 未来越南南北高铁将与中国高铁网络连通 此线路与规划已久的泛亚铁路东线 基本不谋而合 泛亚铁路是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高速铁路网 分为东线中线西线 分别为中越中老太中缅通道 目前中线的中老铁路已经开通 中泰铁路在建中 而西线的中缅新通道正在打通 唯有东线 一直没有实质性进展 这次越南冲起南北高铁计划 并积极推动与中国之间的跨国高铁互联互通 意味着泛亚东线终于迎来转折性时刻 其实 中越之间早已有铁路连通 从运南到广西 都不乏至抵越南的通道 问题在于 无论是百年之前的滇越铁路 还是六十多年前的平和铁路 都不是我国集国际通行的标准轨1435毫米 而是米轨1000毫米或混合套轨 由于铁轨标准不同 货运搬列到了边境口 按需要停下换轨 带来巨大的时间成本和资金成本 运输能力严重受限 所以 中越之间的铁路互通 必须以铁路并轨为前提 从普通货运铁路到高运量的高铁 不一而足 车同轨的意义 无论如何高估都不为过 越南高铁为何突然倒向中国 去年底 中越两国发布联合声明 提出构建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 中越命运共同体 铁路并轨正是其中的关键一环 除了普通铁路并轨 越南更是半高铁九尾 早在2006年 越南就提出打造南北铁路的计划 后来将这一计划升格为高铁 规划时速从最初的200公里 升格为350公里 打开地图就会发现 越南国土极其狭长 南北跨度1600公里 而东西最窄处近50公里 首都和内宇经济中心胡志明 是分布在南北两端 所以通过南北高铁 将两大一线城市连成一体 就有了现实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然而越南虽然飞速发展 但DDP总量及与广西相当 外贸总量与深圳相当 目前只有一些劳动力密集 行产业有了规模优势 装备制造业基础相当薄弱 高铁造价高昂 据估测 越南南北投资总投资达720亿美元 而越南DDP刚刚突破4000亿美元 越南显然拿不出这笔钱 缺钱缺技术 越南套自己恐怕几十年都无法建成高铁 只能寻求外界的技术支援 国际上就有成熟高铁建设经验的 只有中国和日本 越南一开始选择了日本作为合作者 单数百亿美元的造价 200多公里的时速 日本电子的要求 最终让这一合作不欢而散 期间中国高铁横空出世 逐步崛起 短短十多年时间 我国建成了世界70%以上的高铁 无论是技术储备还是工程经验 都含有挑战者 中国高铁早在十年前就已达到350公里的设计时速 最新高铁设计时速突破400公里 有了更强的竞争优势 更关键的是 中国高铁出海早已有了示范效应 无论是中国与老挝之间的中老铁路 还是印尼的雅兰铁路 亦或再建的中泰铁路 欧洲凶塞铁路 都成了国际工程合作的典范 如果再考虑到中国与越南经贸关系日益密切 中国是越南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地 无数的原材料和中间品从中国输入越南 就连工业电力都要靠中国支援 所以哪怕是向来左右逢源的越南 在关键时刻也不得放弃平衡数 在高铁建设上全面向中国靠拢 既然有求于中国 越南高铁自然离不开中国技术 中国标准和中国营运模式 无论对于高铁出海 还是构建一体化的范亚铁路 可谓多应之举 中越高铁一旦建成 谁最能从中受益 范亚铁路 被视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重塑国际版图的努力 也是西南地区逆天改命的机遇所在 作为范亚铁路东线的关键工程 中越铁路一边连通云南 一边连通广西 两省的省会首府自然就是最大受益者 目前国内高铁已经延伸到中越边境 边境共有三个重要的口岸城市 云南河口与越南老街毗邻 广西东兴与越南盲街相邻 广西平祥与越南亮山相连 目前昆明河口南宁到东兴的高铁已经开通 而南宁到平祥的高铁将于明年开通 中越铁路无论是普通铁路的并轨 还是时速350公里高铁的连通 都将带动人流物流的迅速流动 助力两国之间商贸产业之间的交往 一旦铁路贯通 无论昆明还是南宁 都将成为中国与东盟之间的重要交通枢纽 门户地位凸显 经济自然如虎添翼 在重塑枢纽地位的同时 中越铁路还将带动两国之间产业协同发展 近年来随着外貌突飞猛进 越南被视为下一个中国 电子信息、机械制造、纺织协夫等外贸产业发展如火如荼 而越南即将开建高铁的北部地区 是全球制首可热的电子产业制造基地 也是各国产业转移的中心之一 不过 越南是典型的两头在外的外贸格局 出口市场虽然在欧美 但原材料和中间品多数都来自于中国 就此而言 越南外贸产业可是为中国产业链的延伸 是为大国构建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的一环 所以 中越高铁开通 固然有利于越南外贸产业的繁荣 但也会进一步扩大中国对越南的影响力 并带动西南地区的长远发展 当然还有一些人担心我们帮助越南建设南北高铁之后 会不会对我们造成一些不利影响 现在很多人提起越南大概率印象都不会太好 但曾经中越之间的合作还是非常友好的 由我们来建设越南的南北高速铁路 从长远和大局观上来看 对我们是非常有益的 近年来 中越贸易增是迅猛 据相关数据显示 今年前九个月 中越双边贸易也已经达到1903.8亿美元 同比增长17.6% 截至到9月30日 今年从我国广西南宁始发抵达越南河内的中越班列 发送货物量成功破万 达到10380飙箱 这还是在中越尚未真正实现车同轨的情况下 一旦越南北部的三条铁路与我国实现对接 中越贸易还将成指数增加 很多人都低估了东南亚对于我国的重要性 知道东南亚地区一共11个国家 面积足足有457万平方千米 人口规模在6亿以上 如此庞大的体量 现在的东南亚大部分经济发展确实比较落后 但是等他们的经济水平上来之后呢 这样一个具有广泛潜力的市场蓝海 我们不抓住就会被别人抓住 这些年来能看出我们对东南亚各国越来越看重 我们和东盟国家的贸易规模每年都在扩大 能和东盟各国建立起深度友好的合作 是一件互惠互利的事情 中国这些年来的发展速度已经到了一个令人惊叹的程度 我们身在其中感受不深 但横向对比世界上其他国家就能明显看出来 我们再也不用仰视别人了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可以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